地铁七号线罚头站在甩战四年之后终于开通了 最近朝阳区翠城小区的业主崔先生将本报反映在各方的努力 以及北京日报等媒体的持续关注和推动向罚头站 于2018年12月30日开通 给附近居民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1月2日记者来到地铁七号线罚头站 只见车站里配套设施完善工作人员也在紧张忙碌着 此前被铁将军绑门的罚头站C口 周边停放的机动车都已经清理了站口通道外的空地上 停放了百十来辆自行车 大都是附近居民换乘的交通工具 而在新建的罚头站A口外 那片阻碍站口建设的平房区踪影 皆无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新建成的停车场 一切竟然有序 2017年5月8日本报 曾以罚头站出站那开通仍没眼为奇 报道了罚头地区居民维修地铁站 客服的站路施工等不便可地铁7号线开通运营 几年了罚头站依然是甩站通过 周边十万居民对地铁出行的需求迫切通过深入采访 记者发现罚头甩站是因为该站缺少一个出入口和封道 而根源在于地区拆迁 突然地铁站口的建设开发商因建设催城辖区亏损 也无力进行拆迁 这片争而未拆的区域虽然面积不大 可竟然包括了三片居住区 属于罚头街道管辖的绿清器厂宿舍院 属于王思云乡管辖的钢琴厂宿舍院 以及罚头村 三片总居住人口约900余人由于产权 人员等方面存在交叉管理协调难度大 所以一直搁置文章建报后 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 相关单位积极推进项目工程 进度时任朝阳区长王浩 直接协调调度 召集市众大办 北京轨道公司 京头集团和北京驻总集团 驱驻建委 王思云乡等多个单位 协调罚头展开通建设 2017年8月3日 施工单位进入施工现场 2017年底至2018年初 罚头接到与王思云乡等单位积极联动 依法拆除罚头路北侧 1500平方米砖混彩钢顶结构违法建设 为新建地铁口扫除了障碍 而后驻总集团房地产开发公司 仅用一个月时间 就完成王思云乡观庄村35处宅基地远落 总建筑面积9972.32平方米的腾退 其罚头吸引40栋楼25户房屋的置换工作 罚头地铁站终于顺利复工 2018年底 罚头展开通运营 据建设 考虑到罚头老区和翠城居民区集中 停车空间不足罚头街道 将站口周边的拆除区域进行铺装硬化 建成两个停车场 共500个停车位 缓解了老旧小区停车 难以积换成地铁与停车接拨问题 记者从现场看到 地铁施工工地的围档内 一辆货车正在清运垃圾裸露的地面 已经进行了山盖 据罚头街道介绍地铁施工工地 在春节后将全部撤离 随后 罚头路这段被占用的约8年的道路 将进行修复附近居民反映美中不足的事 在地铁罚头站A口东边 还有一处属于北京交化厂的院路